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今天宣布 亚投行理事会已经批准科特迪瓦 几内亚 托尼斯和乌拉圭为新一批成员 这次亚投行成员达到97个 上述四国完成各自国内程序 以及向亚投行缴纳首批注资以后 将会正式成为亚投行成员